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 有一位名字闪耀千古的诗人 他就是王维 王维的诗作以其深刻的禅意和流动的空灵而著称 他是那个时代的一颗璀璨艺源 苏世曾评估他的作品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个描述着诗道出了王维作品的神奇之处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寻王维的诗画奥妙 领略他笔下的诗情画意 感受古代诗人创作中的艺术与折丝交融的魅力 一,机与空灵烟火池 整离吹鼠响冬灾 漠漠水田飞白露 音音下目转黄里 山中习近观潮景 松下清斋者鹿魁 野老与人争习霸 海鸥和事更相宜 金鱼网川装作 王维描述了一幅雨后的景象 金鱼意味住连绵的阵雨 空灵指的是雨后清新的山林 烟火池则形容雨雾缭绕 吹烟鸟鸟上升 他说自己在这样的情景下 正在煮粥煮饭 为冬灾祭祀做准备 接着他又描绘了田野中的景色 他说雨后的水田里 白露在飞翔 音音下目转黄里 形容夏日郁郁葱葱葱的树木间 黄黎在提名 在这样的环境里 王维静静地观察着 尘间开放的朝景花 或者在松树下清幽的房子里 采摘露水湿润的葵花 但是 诗的最后两句有些许禅意 他提到野老与人争习并停止争论 以及海鸥间的疑惑 这或许暗示着诗人对人生争执与纷争的看法 希望人们能够停下争吵 像海鸥一样自由 王维通过这首诗 展现了雨后清新的自然景色 并借此寄托了对宁静与和谐生活的向往 二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竹轩归幻女 连栋下渔舟 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流 山居秋明 这首诗写于空山新雨后的秋天傍晚 王维描绘了一幅山居的宁静景象 首居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描述了雨后山间的宁静 也暗示了秋日即将来临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表现了明月照耀下松林中清澈的泉水流淌 诗中提到竹林中传来归家洗衣的女子的声音 以及莲花动荡下渔船的情景 这些描写凸显了山间宁静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两句则表达了一种心境 似乎在说 在这样的环境里 随意停留 欣赏春花秋月 就算是王孙贵族也可以留在这里 尽情享受自然的田径和美好 这首诗展现了山间幽静的自然景色 同时表达了对田径生活的向往 希望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停留在这样的环境里 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妙 三 风静脚功名 将军列未成 草枯英眼疾 雪尽马蹄青 呼过新风势 还归细柳盈 回看射雕处 千里木云亭 观猎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将军出行狩猎的场景 展现了猎者在风雪中猎取猎物的英勇情景 首句风静脚功名 将军列未成生动地描述了强风吹拂下 脚和功声齐鸣 将军率众狩猎于未成之外 接下来的两句 草枯英眼疾 雪尽马蹄青 表现了秋草乾枯 鹰嘴锐利 雪已融化 马蹄行走轻盈 这种景象暗示住狩猎的时机 和环境 诗中提到将军经过新风市 又返回细柳营 这可能指出了猎者的行程 最后两句回看射雕处 千里木云平通过将军的眼光回望 描述了远处暮色下平坦的云层 暗示了猎者在广阔天地中的壮阔场景 总体上 这首诗描绘了将军率众狩猎的英勇情景 通过描写自然环境和行动的神态 展示了狩猎者的雄心壮志 四 单车欲问边 蜀国过居炎 征鹏出汉赛 归艳入虎天 大莫姑烟植 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后继 都护在燕燃 史智赛上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边塞风光的画面 首句单车欲问边 蜀国过居炎表达了诗人心中对边境的好奇和探索欲望 他经过居炎 向蜀国求问边境的情况 接下来的句子则描述了边境的景象 征鹏出汉赛 归艳入虎天 生动地描绘了征途的尖心与边塞风光 疲惫的旅人与飞翔归巢的大雁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莫姑烟植 长河落日圆 则描绘了广袤的沙漠和长河 以及夕阳西下的景象 最后两句提到了萧关的后期 以及独护在燕燃 这暗示了诗人已抵达了赛上边境 与当地的边塞守军相会 五 邪阳赵虚落 穷向牛羊归 野老念木童 以仗后惊妃 制构卖苗秀 残眠桑叶熙 田夫贺除智 相见与依依 及此献贤义 怅然吟示威 《卫川田家》 这首诗则展现了乡村田园生活的景象 诗中描绘了斜阳下农村的情景 牛羊归蓝 诗人描述了野老怀念着木童 以着门飞后住回家的孩子 描绘了农田中至今鸣叫 麦描茁壮 残儿在稀疏的桑叶上安静地睡眠的场景 最后两句提到了田夫扛着锄头回家 互相之间有说有笑 展现了邻里之间的淳朴有爱 诗人或许在这样的情境下感叹自己的境遇 羡慕住这种平淡生活的幸福 六 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诗鸣春剑中鸟鸣剑 这首诗表达了在春天夜晚静谧的山林中 诗人所经历的宁静和美好 首句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描述了人们休闲时 桂花飘落 春山夜晚的宁静和空旷 接下来的月出金山鸟 诗鸣春剑中表现了月光的出现 吓起了山林中的脑 引发了清泉谷中的鸟鸣声 这首诗以简短的语言勾勒了春夜山林的宁静景象 月光下鸟鸣的美妙情景 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自然氛围 七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想 反映入森林 复兆青台上 陆寨 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安静的空山景象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想描述了山中没有人影 但却能听到人声回响 接下来的反映入森林 复兆青台上表现了逆光从深山的树林中反射 再次照耀在青台上的景象 八 独座幽黄里 弹琴复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竹梨馆 这首诗描述了诗人独自坐在竹林深处 弹奏着琴并长笑 独座幽黄里 弹琴复长笑表现了诗人在幽静的竹林中 悠然自得的弹奏琴音并高声长笑 接下来的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则表现了在这幽深的林间 诗人与自然相互交融 即便没有人知晓 明月仍然照耀着她 这首诗展现了诗人在竹林中的自得和对自然的感悟 表达了她与自然共鸣的情感 九 下马饮君酒 问君何所知 君言不得已 归我南山垂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送别 这首诗描述了诗人与朋友告别的情景 下马饮君酒 问君何所知 表达了诗人与朋友相聚共饮 询问朋友未来去向 接着 朋友回答她不得知 准备饮君南山 君言不得已 归我南山垂 诗人为朋友感到惋惜 最后两句淡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则是告诉朋友不必多问 随缘而去 因为白云飘渺 时光无尽 这首诗通过描绘别离情景 表达了对朋友的祝愿和对友谊的珍重 同时也展现了对流转人生的深沉思考 诗 中岁颇好道 晚家南山垂 兴来美独网 盛世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取时 偶然直临走 谈笑无还期 中南别夜 这首诗描绘了诗人中年后 隐居在南山附近修道的生活场景 中岁颇好道 晚家南山垂 表明了诗人中年以后对修道隐居的向往 选择了南山附近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晚年住所 兴来美独网 盛世空自知 表现了诗人喜欢独自散步游走 体验自然景致 悟到心境 接下来的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取时 表现了诗人在追寻道路时 到达一片水的尽头 坐观云升起的景象 暗示住生命的归宿和超脱 诗中还插入了诗人与临走的对话场景 这种不拘于俗世的交流 更体现了诗人对于超脱世俗的向往 十一 艳色天下重 西诗宁久威 朝为月西女 目作无功非 见日起疏众 跪来方物兮 妖人富之粉 不自着罗依 君宠义交态 君连无是非 当时换沙半 莫得同车归 持谢林家子 笑平安可惜 西诗永 这首诗讲述了西诗的命运和人生感慨 诗人以西诗为例 反思了人世间对美色和地位的追求 艳色天下重 西诗宁久威表达了人们对美丽的追捧 但也提出了美貌一世的现实 诗人指出西诗虽然曾是越国西边的普通女子 后来却成为吴国的宫廷贵妃 暗示了她从普通到尊贵的转变 接下来的 见日起疏众 贵来方物兮表达了人们在贫贱之时并不分别 当贵贱有别时 却感觉珍贵 诗人呼应着人们在追求功名利路中 常常失去真事的东西 最后提到林家子父对西诗的嫉妒和排斥 以及西诗的安之若素 表现出她的淡然和超脱 这两首诗分别描绘了诗人追求超脱和对世俗观察的态度 以及对人生命运和价值观念的深刻思考 十二 十里一走马 五里一扬鞭 都护君书智 匈奴为九泉 观山正飞雪 风树断无烟 龙溪行 这首诗描绘了龙溪边境的景象和军情 十里一走马 五里一扬鞭 描述了战时的紧急情况 十里一匹马 五里一声边响 形容急速冰市的场景 接下来提到都护君书智 说明军队接到了都护君的命令 匈奴围困了九泉 观山正飞雪 风树断无烟则暗示了边境的严寒和紧张局势 边境的风火台没有烟 意味着战事紧急 这首诗勾勒出了龙溪边境的战事紧张 恶劣气候和紧急军情 展现了边境军民的艰难境遇 十三 江泽机人抱小愁 上一方进翠云球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一关败免留 日色彩林仙掌洞 香烟玉棒滚龙福 朝霸虚彩五色照 佩生归道凤池头 和甲智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这首诗是诗人在早朝大明宫时的所见所感 诗人描述了朝廷盛况和皇宫的壮丽场景 江泽机人抱小愁 上一方进翠云球表现了朝官们整装待发 准备参加朝会的场景 接下来的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一关败免留则描绘了九天阁门打开 象征住朝廷的威严和万国臣服的景象 诗中还描述了朝会结束后 归宿凤池头的场景 这里代表皇宫的一部分 这首诗生动地勾勒出了皇宫早朝的盛况 和朝臣们的隆重氛围 表达了对朝廷兴旺和皇室荣耀的祝愿 十四圣代无影者 应临近来归 遂令东山客 不得顾采微 既至金门远 熟云无道飞 将怀渡寒时 经落逢春衣 至九灵长道 同心与我为 行荡扶贵照 为己扶京非 远树带行客 古城当落灰 无谋事不用 勿为之殷熙 送其无钱落地还乡 这首诗是送别其无钱归乡的作品 诗中表达了诗人对有人归乡的祝福与不舍 圣代无影者 应临近来归表示 在这个盛世中 无人愿意隐居 所有有才华的人都归来成为朝廷官员 接下来 诗人提及自己不得不去遵循这种传统 放弃了隐居的意愿 继致金门远 熟云无道飞 指诗人远行到达京城金门 但并不意味住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和信念 最后 诗人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失意之情 表示对自己理想未遂的无奈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宁静生活的向往 以及对世事的超然态度 晚年为浩静 万事不关心表现了诗人晚年期望宁静 不再关心世间的纷扰 接下来的自顾无常策 控制反旧林表明诗人虽不再有宏伟的计划 但却明白回归过去宁静的生活是自己所期望的 诗人在诗中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享受松风 山乐和弹琴的宁静时光 表现了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世事的超然态度 十六 沿入黄花川 美竹清溪水 随山江万转 驱途五百里 生鲜乱石中 色径深松里 样样泛灵性 澄澄应家伟 我心素已嫌 青川淡如此 请留盘石上 锤吊江以以 清溪 这首诗描绘了诗人研究清溪的景色和心境 诗人赞美了清溪的清幽和美丽 沿入黄花川 美竹清溪水 诗人表示自己进入了黄花川 每次都会研究清澈的清溪水流向前 接下来的几句描绘了诗人随着山势变化 行径的道路并不遥远 但景色却万千变化 诗中声音在石凤间回响 但树木间却是宁静的景象 诗人用样样泛灵 性 澄澄应家伟来描绘清溪水的悠然景象 表示自己内心也如此宁静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沉醉于这样的景色之中 以锤吊结束行程 时期 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缠缘 以帐柴门外 临风听木缠 渡头于落日 须里上孤烟 复职皆于醉 狂歌五柳前 网川贤居赠培秀采迪 这首诗描述了诗人在网川贤居时的景象和心境 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缠缘 描述了寒山的翠绿和秋水缠缠的景色 接下来的几句表达了诗人以仗于柴门外 静静地欣赏木缠鸣唱 诗人描述了渡头夕阳余晖和须里生起的孤烟 描绘了宁静的乡村景象 最后 诗人描述了自己在五柳树前狂歌的情景 仿佛是与世无争 尽情享受的样子 十八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见户记无人 纷纷开且落 心一悟 这首诗描绘了木墨芙蓉花盛开的景象 诗中描述了芙蓉花在山中绽放的情景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表现了芙蓉花开在山间的景象 红色的花瓣在山中绽放 接下来的剑户记无人 纷纷开且落 则描绘了花瓣纷纷绽放 飘落的场景 而周围的剑户却静悄悄 无人观赏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芙蓉花盛开时的景象 诗人通过这幅画面表达了对自然景色的赞美 十九 楚塞三相接 京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俊逸浮浮浅浦 波兰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 流醉与山恩 汉江灵犯 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林汉江畅游时的景象和心境 楚塞三相接 京门九派通描述了楚地的湖泊 河流与荆州的地理景观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表现了江水的壮阔和山色的空灵 将江水和山景相融合 接下来的几句则描绘了波兰壮阔的江面景象和襄阳美好的风光 最后 诗人流醉与山恩 表达了在如此美景中流连不舍 陶醉其中的心境 二十 魏城昭雨一清晨 刻舍清清柳色心 劝君更尽一杯酒 徐楚阳关无故人 魏城曲 这首魏城曲 是王之焕创作的诗歌 描绘了魏城昭雨的景象和诗人对离别的感叹 魏城昭雨一清晨 刻舍清清柳色心 这两句诗描述了清晨下着的昭雨 洗涤了尘埃 使得客舍的绿柳色彩更加新鲜明亮 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诗人对别离的难过 诗人劝酒 意在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 因为他即将离开 吸出阳关 离去的路上 没有熟识的就有相伴 整首诗情景交融 表达了对离别的无奈和对未来的迷茫 反映了人生变迁中的离情别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